华联县议会议长张俊表示 今年少了矿石税的税收 县福应该节流开支 但111年度的追加减预算 县福却在活动预算经费上大举追加 并请徐县长亲自说明 华联县议会再安排临时会审理 24案研制下个临时会再审 华联县议会28号上午进行 111年度追加减预算提案 议长张俊表示 今年少了矿石税收 县政府应该节流开支 但追加减预算 县福却是在活动预算经费上 是大举追加 是不是因为年底选举的考量 并对于县福有几位局处长 对议会极度的不尊重 在答寻议员的问题时 不仅拉高声量 更以对峙的语言 宣泄自己的情绪 如果连听取民意不满的修养都没有 可以担当局处首长的重任 官员如此应对的态度 要议会给我审查预算 那我认为 所有的预算只有徐县长最清楚 那想请徐县长来请自说明 那因为徐县长现在确诊很重 那所以本次的临时会提案 24案延至下个危险 再来审理 111年22次临会 县政府总共提案24案 财政第二号案追加12亿71万9千元 其余的22案列入112年度预算 共1亿3217万元 农业第三号案 动保自治条例草案 最后议长决议 等待县长确诊康复后 议会尽快安排临时会审理预算 因此对于这一次临时会 县政府所提出的24件案件 延至下一次的临时会再审 记者林杰华联市采访报道